石油被称为黑色的金子,工业的血液,石油粥蕴含巨大的能量,同等质量情况下,石油所含的能量是糖的三倍,是木头的五倍,更是电池的近二百倍。 然而,这些隐藏在地下的资源,正在一天天变上,而且是不可复制心的逐渐枯竭。 现在全世界平均每天消耗八千七百万桶石油,而且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,并满足越来越多的汽车、供应原料、燃油发电厂等,越来越大的需要,现在地球上以太年可供开采,的石油还有约一点二万一吨,加上还可能被发现的石油资源在内。 据统计,地球上的石油资源,只能为之使用到2100年,到时候石油资源将完全枯竭,但是,我们或许将从其他碳性矿物碳性化和物中提取能量,比如含油沙、油液炎或煤矿,我们也可以另品细径,寻找和利用其他可替代石油的能源,比如太阳能、原子能、不能等。 总之,面对日渐枯竭的石油资源,我们的前景越来越不妙了。 PS,不得抄袭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